我现在在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 这里是中国第四大沙漠 有一户人家就住在沙漠里 沙漠里边种不了粮食 种不了菜 买个东西还要跑到百公里外的小镇 来回就是两百公里 它是怎么居住在这里的 我带大家去看一看 去了解了解 这房子是您自己盖的 还是公家给盖的 这里距离阿拉帅好几百公里 四百公里 公家还给你一些 那给的多不多 阿拉帅好几百公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房子是您自己盖的还是公家给盖的 那公家给盖的 10个不盖上盖的 哦公家给盖的 那公家给你们盖这么大的房子 你们要不要就是给交钱啊 交呢 交多少 哎呀 这多少我还不知道 这个盖了多久了 16年盖起来的 16年盖起来的 哦那还没几年 四五年 四五年 对对对 嗯挺好的 那住在这里有没有什么不方便呢 阿姨啊 嗯 习惯了 习惯了 那你像你没有盖这个之前 你们是住什么 我们就住了个破房 破房 嗯 也是在这个位置 嗯 那个树的那个位置 哦树的位置 那就现在 以前这里人多 还是说一直就你一户人呢 这些人多吃多呢 我们是房子的水呢 哦 住的比较分散 分散 哦 真的真的 这个 哦 哦 就是住在一起就不能放牲口了 放牲口叫害得很 哦 你说的对对对 所以说大家也不能住在一起 嗯 对 那现在你们家还放不放牲口了 放呢 还放羊 嗯 羊 牛 还有骆驼啊 骆驼没有 骆驼没有 嗯 羊你们养了多少只啊 羊 十来个羊 十来个羊 那也不多啊 牛呢 牛啊 就是个三十 三十多个 牛还是值钱的 嗯 嗯 对 呀 我就看这个沙漠里 那水的话自己打井 嗯 可以自己打井 呃 电的话靠太阳能发电 靠太阳能发电 对 我看那边有个太阳能板 嗯 我们就叫个太阳能板 对 那这太阳能板是你们自己买的 还是公家给弄的 嗯 就是买的 买的 这是 出的写去 公家 哦 你看那还有那个 看电视的 卫星 嗯 嗯 对对对 挺好的 嗯 挺好的 挺好的 就这里边就是太偏了 这里 嗯 就是皮鸡写的 对 太偏了 嗯 这里距离阿拉扇好几百公里 400公里 你去甘肃的话也有点远 100公里 对 但是你要去那个县城的话还得差不多 对 那你这买大件的话 你得坐这个车去县城买啊 嗯 去甘肃买 嗯 对 我是从阿拉扇过来的 嗯 这一路来 就是很少说有一个房房就 在在一个位置 嗯 都是大概两三家吧 也不多 两三家就是挤在一起住 嗯 嗯 嗯 很少有一个房房在这里 嗯 多压经历了阿姨啊 我七十了 呦 这看不出来了 看不出来七十了 对 那你开我一桌上 我看你也就60岁吧 我七十了 看着还就是皮肤什么的挺好的看着 嗯 就不干燥啊 你的皮肤看着 干燥是倒是不干燥 真的不干燥啊 哈哈哈 那你像您的孩子都去外地了 孩子就 我的孩子就在这个地方了 去这个地方放生活了 放墨了 哦 也在放墨 这个孩子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哦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今天我们去做了明晴了 哦 去明晴了 嗯 去做生意了 对对对 也没做生意了 就是 自己买东西吃了 买了用 哦 自己买东西 我也是去明晴县 今天去明晴县 哦 要去明晴县 对 呀 坐在这里 可能你习惯了 要是我们住在这里 真的是 这得夏天热不热呀 热呢 热的话 那你空调就不能用了呀 嗯 我们去夏天就用的什么 就用个风扇就行了 嗯 空调也不行 冬天也冷啊 这里啊 冬天也冷呢 冬天的话就是烧 烧煤 还是烧木头 嗯 这里也没有木头啊 没树啊 树有什么 没烧的 就烧着泥 哦 就去买煤 嗯 对 这里的树也还不能乱砍 嗯 不能乱砍 你看我去西藏的时候是吧 人家那个藏民 这山上随便砍 然后回来就是烧木头 因为他那里到处都是树 这里你看 你砍个树 估计还得犯法什么的 哦 我这些不 这些还不让砍 对对对 不让砍啊 啊 这个院子 简简单单的 三间 哎 这是两间 估计里面也挺大的 还有这小狗 两只小猫 咪咪咪 咪咪咪 来 来 吃吧 火腿肠没事的 那你们也是以面食为主吧 嗯 那这里也种不了小麦去买面 去买面 我们外出吃买面 去吃买面 那菜也得去外面买啊 嗯 菜也外面买 那这里的菜应该也不便宜 挺贵的 嗯 挺贵的 嗯 是吧 那还是有点不方便啊 嗯 那你们这收入是怎么来呀 收入 嗯 收入 我就是 股材打个铁 我给你自己养这个生股 哦 卖 哦 那还你说这个 公价还给你一些 嗯 那给的多不多呀 也不多 一个人有多少 一年给一万 嗯 一个人 嗯 这个人 那也可以了 嗯 你在外面打个工的话 你像 呃 四五十岁的是吧 去当个保安什么的 也就两千块钱 嗯 一年的话 吃吃喝喝 还还留不了一万块钱 嗯 确定 对不对 嗯 挺好的 嗯 走了啊 再见啊呀 好 照顾好自己啊 嗯 再见啊 啊 守候在这里啊 真的是不简单 一般人的话不太行 我现在呢 就继续向前走 大家看看外面 那个沙漠啊 被一个黄色东西给包裹住了 应该就是防沙的 因为马上要到甘肃了 但是前面的路啊 已经被沙漠给埋没了 嗯 这路啊 其实越走越慌 沙子已经把路给埋住了 看我后面也是 我现在打算走到高点去看看路 在这里啊 离线地图也不管用 因为 离线的话 可能这是小路吧 所以说他就没有显示 高德 白兔都不行啊 哎 茫茫的沙丘 现在上来了 但是发现看不了 因为 一个沙丘比一个沙丘高 哎太难了 就顺着这条路走啊 这啥地里啊 大家看看 应该是蛇狼 里边他们是吃什么的 吃啥子的吧 不会拔 这里呢 还发现那些粪便 不知道是什么呢 圆的 这个羊的没这么大 牛的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骆驼的也比这个大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 最主要是大家看看 这个导航啊 路不对 因为刚刚有个分叉路口 那边是土路 我走的这个水泥路 不知道哪边是正确的 有可能那个土路啊 也是被沙给罩住了 你看看这个路 再过段时间 虽然估计这个路就看不见了 这条路不对啊 我得掉头了 这条路 真的不对 这是往北边去了 一直往北了 我是往西边去的 而且这条路上 我没有看到一辆车 有点不对劲 宁以偏离路线 正在为您重新规划 大家看看啊 这地图 我现在就在甘肃和内蒙古的交接处 哎呀 没路啊 说实话在沙漠里啊 现在没有方向感 可以说迷失了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主要是心理上的可怕 我这从那个路口 往前开了大概 不知道多少公里啊 应该有大几十公里了 没有看到一辆车 没有看到一座房子 没有任何的信号 所以呢 我现在要往回走了啊 往前走不是办法 只能往回走 这边看到一个路牌 这也没有标注啊 这也没有标注啊 只有南湖镇 看看这个路牌啊 然后这条路的话 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刚刚选择那条好的路走 这里呢 这里呢有一个路牌 甘肃明秦 这里就是交界啊 但是这甘肃的路 不知道对不对啊 应该不会这么差吧 这条路也不行啊 刚刚在前面过了个大概 10米的吧 就过不来了 我就使劲踩油门 晃着晃着过来了 这里这么长不行啊 这个非常非常多软主要是 然后大家再看看这个路上 大家看看啊 已经全部被黄沙给 淹没了 前面根本就没有路了 全部都是沙给埋入了 这个根本过不去 并且这个路已经很久没有走车了 你看这个细细的纹路就是风吹的痕迹 非常非常的软 进去就现车 现车我没有任何办法 这是我刚刚踩的脚印啊 非常非常的深了 难道真的要失败了吗 不会原路返回吧让我 哎呀这个路真的不行啊 大家看看啊 实际是非常非常高的 不会说这么矮的 没有路了呀 我现在没有任何办法了 我只能打电话求助 这里呢还有一点点信号 往是上不了了 勉强打个电话 哎呀这个路 哎呀我现在没有车 坏人都问不了 大家看看啊 我刚刚就是走到这个路 这路 这路真的过不来 你看这轮胎压了多深 等一下我还得加速冲过去 这有二三十公分啊 我现在要加速冲过去那个沙坡 来吧 大家好 我是四水年华 穿越藤格丽沙漠 可以说就是失败了 最后四十公里 真的是走不过去了 视频发出来呢 很多人跟我说 叫我看看卫星地图 但是真的是看不了的 就是因为没有网啊 那个卫星地图 你不拉不拉不拉到最大 都是需要网的 没有网是不行的 如果说下载离线的卫星地图 我估计512G的手机 都不一定存的满啊 我刚刚呢就在看这个导航啊 高德和百度 这两个地图 就是完全不一样 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参考性 一点参考都没有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看看这里大概这个位置啊 就显示录不通了 实际的话录是通的啊 我采访那个70岁的婆婆 应该就是在这个附近 这叫高家圈 你看啊 然后 这条路呢就是那个全是击沙的路 这也是不通的 然后 我走那条路呢 就是这条路啊 这里还有条路 但是这条路呢 它显示非常的短 到这里就结束了 实际这条路我走了有大几十公里 也是击沙 但是击沙没那么严重 你看它只到这里了 咱们再看看这个高德地图啊 内蒙古的325省道 到这里呢就到头了 这条路呢就是击沙的 然后它这里还显示一条路 看到没有 这条路实际就是没有的啊 在沙漠里边走 还有条路呢 也是在这个位置非常长的 但是实际是走不到头的 大家看看啊 从这里到明晴县 明晴县就非常的近啊 这就是明晴了 就有高速了 但是就是过不来 就是这40公里 就是过不来了 高德和百度地图呢 我都有离线的 真的是没有一点点参考价值 再说下这个沙漠公路 说真的啊 以前也走过沙漠公路 你像青海湖 从北到南 就经过一个地方啊 就全都是沙 但是说真的 那个地方呢 大概只有短短的 可能几十公里吧 一二十公里 这次穿越腾格里沙漠呢 真的是 连绵好几百公里 说真的和自己想象的 一点都不一样 我之前在阿拉善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 沙漠公路就沙漠公路吧 走吧 但是实际走到那里之后呢 尤其就是航拍啊 那个沙子真的是 真的是一望无际啊 黄沙 并且腾格里沙漠 被评选 好像是世界上最黄的沙漠啊 就是沙子里最黄的沙漠 那个沙漠确实是黄 说真的 我自己走的路呢 也比较多 高山峡谷海边的 湖泊的都走过啊 这连绵几百公里的沙漠之路 是第一次走 比较荒凉 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 就另一种美吧 就那种 一望无际 一望无际的美 我以前对内蒙古的印象啊 就是大草原 一提起内蒙古 就是内蒙古大草原 但是实际的话 我觉得啊 就是内蒙古的西边 真的都是沙漠 你像 第四大沙漠 腾格里沙漠 腾格里沙漠 再往北的话 就是靠近这个国境的这边 是巴丹吉林沙漠 是第三大沙漠 并且他们两个沙漠 就是隔得非常近 我在网上查资料说 可能几百年后 有可能几十年后啊 这两个沙漠就要连在一起了 沙漠呢 每年都在移动 老早就知道 防杀制杀 但是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次到了这里之后呢 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最后呢 再说一下 其实我回到这个叫苏木的这个镇吧 有可能是村有可能是乡 我在路边呢 发现一个路牌 确实是没有路了啊 路牌标注的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图 全部都是虚线了啊 就是我明晴线的地方都是虚线 然后往下边也是虚线 往上边也是虚线 说真的虚线我不知道代表什么意思 可能是能走 但是要求车辆 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内蒙古的315省道走到头之后呢 确实没路 我心里呢也比较着急 眼看着40公里就是过不去 我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 那个接线员嘛 女的他可能不懂 他说啊给我找一个人 结果也就是五分钟内一个男同志给我打电话说 他们已经在过来的路上了 叫我别着急 当时我问他一句 我说你过来要多久啊 他说两三个小时 我那说你还是回去吧 千万不要来 因为我没有限车 真的没有限车 说到这里啊 我再提一嘴 说真的啊 自驾游的什么不放多 我已经说了多次了 晚上就是 这样敲门的 有点什么事的 第二的话就是 车坏了修车的 第三啊 就是限车的 有很多人拍视频的就是故意限车 就是专门没事找是限车 呃 制造这个播放量 我当时在那个路上 过了一个大概十米的那个 就是小沙丘吧 我就知道要限了啊 我就这样左右打方向盘 给扭过来了 我就不敢再往第二个走了 因为说真的啊 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的车是什么样子 我这个车呢是绝对过不去的 所以说我不打算走 我也不打算限车 虽然我知道限车的播放量很高 但是我真的不想这样做 就算我把车陷在那里 我的车里的物资呢 我估计我一个人省着点吃 一天就是泡面啊 还有这个面条啊 还有一些菜之类的 还有水 我估计一个星期到十天是没问题的啊 如果说真的是在沙丘里被困两天拍拍视频的话 我估计这个播放量啊 肯定会蹭蹭蹭的往上涨 每天呢我自己就挖一点沙 因为毕竟下面是路嘛 就是石子碎石子 那沙子呢只是上面一层 我每天挖一点肯定能挖出来的 那种自导自演的视频 可以说真的是违背了我的初衷 我的视频呢就是我自己的日记 说真的啊 这视频呢就我的视频比较杂 吃饭啊风景啊什么都有 可能导致这个垂直领域不怎么高 系统也摸不清楚你到底是个吃播还是旅游的啊 大家可以看看那些大V的 真的啊 他们就是不拍吃饭的 就是在路上啊 别到这个地方了就到了 真的不拍一些其他的视景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就不说了 反正最后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喜欢自驾游的 还是到沙漠里感受一下啊 沙漠公路感受一下 其实真的啊 宁夏过去阿拉扇宁夏里阿拉扇也挺近的 阿拉扇再往前走走到英雄会 英雄会再往前走走 那真的是那种荒凉 路边全是黄沙 感觉真的不错 虽然说风沙很大吧 但是体验不一样的